山高皇帝远 别说是官员 就算是离二发现 咱也不怕 哎呀妈呀 你这个叫火锅的东西 真是太好吃了 真是人间美味呀 还有你这个黄瓜 也太新鲜了 你妈 捅到嗓子眼了 狼君 你这个新鲜蔬菜 是从哪来的 当然是种的 狼君莫要说笑 现在可是冬天 怎么可能种出蔬菜 没什么不可能的 做一个温室大棚就行了 在我们村家家户户 都能吃上青菜 吃不完的都喂猪了 你妈 正冬天都不能每天吃上青菜 真是活得还不如一头猪 这是牛肉 吃羹牛这可是犯法的 去别生章出去 村里的羹牛太多 偶尔吃几头也没关系 这鞭老城杀牛的理由更过分 你就不怕被官员发现 吃你的罪 山高皇帝远 别说是官员 就算是李二发现 咱也不怕 要不是看在你是嫦娥的夫君 朕早就打爆你的西瓜了 哼 对了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 咳咳 我们 我们是粮商 这一次来也是想来看看 村里有没有粮食 那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村里估计 还能剩下一百万斤粮食 都快放烂了 正好你们收走 你是真能吹呀 敌安老城还能吹 这不可能 这年头能吃饱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还有存粮 真是一群乡霸佬 先吃饭吧 吃完带你们去看看 这就是温室大棚 是啊 有了这个我们全村一年四季 都能吃上青菜了 这个是不是只要在外面 蒙上一层绸子就行 哪有那么容易 这温室大棚 需要让光线穿过去 又要保证里面的温度 我试了十几次才成功 你以为很容易 那狼君这个方法 是否打算出售 你打算买来干嘛 是这样的 我们和皇室还是有些关系 如果把这个方法传播给天下人 很多人冬天就能吃上青菜了 说得好听 还不是想拿去李二纳里邀功 不过这样也算是造福天下百姓了 我可以把大棚的技术送给你们 陛下 祠子心系百姓 他的各种技术也有望让国家变强 赵先生 你有没有兴趣 入朝为官 没兴趣 就算是李二来和我比 他李二除了名头之外 什么都比不上我 吃的没我好 睡的没我好 玩的更没我好 我当个球的官啊 陛下 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赵先生好 你这是 王神好 我带几个客商过来看看我们粮食和蔬菜 嗯 今年这个辣椒看着比去年还好呀 味道肯定更带劲 是啊 今年比去年看着好 嗯 好吃的 啊 啊 啊